爱情 每个人都向往 因为它不仅美好 也会经常夹带着些许忧伤 感谢观看 但爱情也很残酷 令你痛彻心扉 此外 我决定了 决定什么了 表白还是放弃 我心里记得了太多想要对刘洋说的话 那就勇敢地说呗 刘洋和他女朋友出来了 他有女朋友 你别去 慎总啊 这场合要表白了 特别容易动手抛头发了 你别怕 谁不行 我来向后 你好 我在这家花店打工 常常看到你 前段时间在我们店里面 遇到流氓的就是你吧 我 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说吧 他要表白了 他要表白了 我知道 这不看着呢吗 我 我要离开了 走之前想送你一份纪念品 我 你别误会 我经常看到你们进进出出 很甜蜜的样子 所以我很 很羡慕你们 就 太客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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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你我从来自我对你 大方的胞 夏天的下 方下 好好好 小不点 小不点 好 我记住了 谢谢你记住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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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就能把我心融化 别用你了我把我一个人丢下 只要给我一个温暖的键板 我就什么都不怕 可以去受伤可以去流浪 可以统统快快哭一场 只要一个拥抱一句话 就能把我心融化 别用你了我把我一个人丢下 我送了他一朵永生花 里面有一只小熊 紧紧地抱着一朵玫瑰 代表着永不分手的爱恋 这样也算是圆满了 刚才该被你担心哪 你说那个女的那么高 女子本来真要打起来 现在算是大功告成了 我们一定要帮小姑娘去庆功 你们一个人都不能跑 来来来 组织组织 在里面 怎么了 怎么了 在里面 直言尽 你庆功跪庆功 你拉他们来 我这儿练歌的地方干什么呀 你别忘了 你只是个练习生 我跟你们乐团老大 借了场地不行吗 行 行 你只要别让我唱歌 按一方下就行 大家找个地方坐下来 真正的下一秒告白 现在准备开始 又是谁跟谁告白呀 你要跟她告白呀 我们告白的女主角 就是小不点 放下 仙儿 你就不要再开我玩笑了 我今天已经很累了 那我们的男主角就是 刘洋 这是我请威儿界的好朋友 帮我制造了这个虚拟影像 应该是说 刘洋本人已经光临了 正期待着方夏对她的 真情告白 给小不点 快去呀 香港 快去吧 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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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ękuję 告白 我想先跟我的好闺蜜 好朋友做个表白 其实下午的时候 我没有对刘洋说出心理的话 那是因为 我从她的脸上 看到了幸福 如果她现在过得不好 我觉得自己能让她更开心 我一定会一股闹 把所有想出的话都道给她 但是如果她现在过得好 那我的表白 就会是一种打扰 只会给她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我觉得 真正喜欢一个人 就是希望她开开心心的 真正喜欢一个人 就更不能自私地 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她的痛苦之上 所以我的表白只有一句话 珍重 再见 下午她女朋友在现场 我当然不能做一个渣女了 不过 现在她女朋友不在了 我想做一件 在梦里做了一百次的事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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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你们工作人员的技术 真是太棒了 还有那个虚拟影像 真的很真实 别客气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那就先这样喽 拜拜 你怎么还没走啊 前期 我有一些话想说 就算我接受你的道歉 也希望能借这次的机会 你可以多了解 了解女生的心 这样 就不会轻易再去伤害 其他的女生了 今天真的很感谢 这一切都让我非常感动 我想求你陪我去一个地方 你走吧 前期不会跟你去任何地方的 这位先生可以陪你一起 我想告诉你们一些事情 他怎么带我们来医院啊 在医院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请进 她是我的朋友 晓薇 她躺在这儿多久了 七个月 医生说可能是植物人 再也醒不过来了 今天请你们二位来 今天请你们二位来 是因为我想做一件事 我想再上一次下一秒告白 我要对晓薇做一次 最真情的告白 我和晓薇是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认识的 毕业前一年我们为了省钱 就一起合租成了室友 室友 我们只是一起分担房租 一起生活 一起求学 再然后一起回国工作 这么多一起 那你们怎么没有修成正果呢 就是因为彼此太过于熟悉了吧 彼所当然地 把好感当成了事 当成了闺蜜的友谊 那你们的感情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这有什么可问的 感情的事情 不就说发生就发生了吗 是吧 真是 后来 他有了男朋友 我发现 我发现我心里 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 那时候我才知道 其实 我一直喜欢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八个月之后 他们分手了 但 但 小微出了意外 再也听不到了 小微住院以后 我每天都来照顾她 八个月了 可是病情没有一点好准 所以你就跑去参加相亲节目 准备谈下一段恋爱 是小薇的父母 他们觉得过意不去怕耽误 所以才报了名 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我就答应了 你倒是有情有义的 但你这样上节目 又不肯接受其他女嘉宾 这不也等于是欺骗别人感情吗 我也努力尝试过 只是每到最后的时刻 心里面总会浮现出小薇的影子 我觉得 我自己不愿意就这样轻易放弃 那你既然退出了 为什么要重新回到舞台上呢 你该不会是 真的要接受陈仙奇吧 没有没有 你们千万别误会啊 其实是放下 是放下的勇气感动了我 我想在上一次节目 公开对小薇的感情 那你这样告白她能听到吗 虽然小薇还没有醒过来 但是我必须这么做 我欠她一个告白 现在的问题是 下一秒告白的节目组 允许你对外面的人告白吗 当然不会了 只有请你们帮忙了 你们已经闹了这么大的风波 不过 要是再来一次 对昏迷心上人的告白 万一被网友曲解为 利用可怜女友博关注 那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影响 怕什么 只要出发点是好的 就不怕别人议论 我欣赏她对小薇的深情 这个忙 我一定得帮 仙琪 你先别冲动 再好好考虑一下 喂 陈姐妈 我是陈仙琪 我愿意再跟王闯上一次节目 让我来 放电话喽 放电话喽 那来分开一点吧 好 电话很贵了 你们好浪费啊 你别管浪不浪费了 我先跟你说个事啊 你还记得前一阵子呢 你去我公司面试吗 结果出来了 有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 你想先听奶奶 当然是好消息了 好消息就是 据小道消息 公司高层很欣赏你 明天你就可以上班了 真的 那坏消息呢 坏消息就是 小道消息是假的 明天你不用上班了 跟你开发笑呢 给 明天你就可以入职上班了 宏远律师事务所 我终于可以上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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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告白呀 真是让人觉得 又感动又羡慕 我也是 不管最后有没有成 有人告白就是一件幸福的事 今天气氛这么好 不如我们大家玩个下一秒告白 怎么告白啊 跟谁告白啊 当然跟喜欢的人告白了 是吧 瞧 来 给他们打个样 我 我可没有告白对象 先起来 我 我跟谁告白啊 值得我告白的男人 还没有出现呢 怎么没出现呢 送你红宝石手链那帅哥啊 我真觉得他是个靠谱的男人 萧儿 你可千万别错过啊 不然你就拿他们仨 当成他 练习一下怎么告白 我不要 我没有什么好告白的 那让夏佳又告白吧 这个人呢 什么事都藏在肚子里 说不定他有很多女人要告白 憋着还不敢行动呢 他呀还是想让那红宝石男爱 主动跟他告白 那哪行啊 肯定也是我们萧家佑去告白啊 对吧 就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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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够了没有啊 我真是搞不懂你们女人 为什么那么在乎告白这种形式呢 在我看来 说一万句爱你的话 不如做一件爱你的事 并且感情不是靠着花言巧语来维系的 如果一个女人非要靠着告白 来证明这个男人足足够爱自己 那是不是也太肤浅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 小乔 方夏都很肤浅了 我纯粹是发表个人见解 对事不对人 如果你非要对号入座的话 那我也不反对 好 我肤浅 你就最有深度 像你这种没有情调的硬石头 下辈子也没女人打理你 吹火的人可多了 都排到漳州去了 做白日梦吧 就凭你那点本事 那总比你好啊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让我们老板都屁颠屁颠地给你送手链呢 没本领送女生礼物 就别嘲笑女生接受其他男人 正找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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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呐 陪你的时间会少一点 你可别怪我冷落你啊 我是去做准备 把想对你说的话呀 都留到电视上对你说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 都能听到我的心声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在身边 永远有我 好吗 好吗 仙奇说得对 他值得帮 我这个脑袋 天不老 青男爵 心似双丝网 终有千千结 我托你怎忍心看着一对天作之河 烙得个南 远 北 折呀 此水 己失手 此痕 何时已 远去 心思我细 定不负相思亦 定不负相思亦 你们是在替谁送葬啊 仙琪 今天是我第一天去律师事务所上班 满心欢喜 希望你能忘却昨天发生的不愉快 重新开始 你去上班关我什么事啊 你就不能说几句正能量的祝福吗 不想说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说两句 加油仙琪 加油仙琪 你们俩在一块肯定特和睦 这个好啊 加油仙琪 仙琪加油 这个好吉利啊 加油仙琪 仙琪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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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给 这一大早上又唱歌又诗朗诵 还喊口号了 不够 我只有这么多了 贤气 加油 加油 贤气 贤气 加油 贤气 真的激励 加油啊 贤气 你能来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我打心眼里为你开心啊 助理研究员 你这是烧高香了 不过以后你就是我的上司 你对我好点 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 就是以后你上厕所呀 别让我给你送纸 好说 好说 来 你坐 这儿 来 爽不爽 爽得不得了 去 给我买两杯可乐 谢莫上吕 你以为我还真给你买呀 夏佳佑 跟我来 哦 是 她是老板身边的大红女人 你就把美女当亲妈 你快送两杯 又一会儿 快 这才是你的新位置 那不我的位置吗 我不是助理研究员吗 公司计划好好地培养你 你得把这些文件 好好地研究研究 这个跟我想象的不太 让你做你就做 佳佑 我实在不忍心你在这个 地狱般的地方工作 现在后悔来得及 咱俩辞职 此处不留别 自有留业处 现在 对 说走就走 人生嘛 总得有一场轰轰烈烈 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数五个数 咱俩就走 五 四 三 二 一 走 我给你 你咋不走呢 我想留下来接受考验 真的 这可是你想责的 去 我买两杯可乐 送到我助理研究员的桌上 钱你先复着 毕老啊 我要上厕所 赶紧给我送纸来 我好看 我吃空 你又要下行 我可以帮忙 都要要早上 你都要飞了 我找我 不alk了 你也要在买一颗 你做什么 你应该做 summoned Madrid 你都要做什么 你没有想做什么 你的肥皓 你也要上海一点 你会和你一样 你不要吃three 你不服都要进去 回到从前 回到从前 那现在开始了 大家先闭上眼睛 想象一下 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了昨天晚上 回到了 我正在向陈仙奇 告白的那一刻 一 二 三 扫你 时空扭轻垒 到我们空间了 进去包 进去包 如意门 穿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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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问不清都难心呗 上下左右了 小乔今天是9月9号啊 8月8号啊 白眼了 白说红包了 今天是8月7号 我们居然回到了昨天呢 三十块钱就可以让你们两个 变得这么蠢啊 很好 那我现在 就是昨天晚上的小佳佑 我要向陈仙奇告爱 来 来